尤其是這一套 因為它是 它是一個 它有點透膚 然後很多的 這個折截設計 的一個女生晚宴系的洋裝嘛 所以平常其實真的很少機會 所以今天很開心 讓迪歐這樣子打扮 我很想把這套穿回家嚇嚇小孩 讓他們看看 平常被他們呼來呼去的 媽媽也可以這麼做 覺得可能看待 很多事情都可以更簡單 就會更釐清什麼是自己 需要的 而不是只是純粹想要的 就會很多的欲望會降低 然後生活也可以更單純一點 我很坦然啊 因為我自己其實 是一個很喜歡戶外活動的人 然後小孩也很喜歡 所以我對於膚色其實沒有太在意 而且我覺得女生的皮膚只要保持著 她的膚質是好的 是亮的 我覺得不管是偏白還是偏黑 我覺得都不會減損那個好看的程度 有 有 像這個多彩的這種紮染刺繡包 還有那個以光雕建築 做的那個刺繡包 是兩個大的托特包 這兩個我很掙扎 這兩個我覺得都好美 就 他們是建議我請先生兩個都買 長陽裝或短裙啊 我還真的沒有問過她這個欸 我覺得她好像只要是裙妝 她都喜歡 因為我平常都是 雖然沒有宰過很多 所以每次只要我換上陽裝 她都會特別稱讚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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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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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